之前听过家里人讲,有个亲戚的闺女十几岁时,想不开喝了农药自杀,然后那个亲戚就每天一泪洗面,很久都没缓过来,一直到后来,她的姐姐看她可怜,就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送给了她养,后来才慢慢好了,经过之后真的很震惊,怎么会有人照亲意就把孩子送人? 这其实还算情理之中,还有种情况是有的人家跟儿子没有缘分,太太都是女儿就想跟儿子多的亲戚,也换上一换,对于这件事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? 宝妈,A,我爸爸几兄弟,每人都有儿子,结果我这些堂哥堂弟带亲弟弟几个人,全生的女儿,每一个儿子,都放开二胎了,我几个堂哥年纪大胎了只忘不上了, 我二伯家成天催他家儿子生二胎,没想到又是个女儿,接着全来催我弟弟,我爸爸还许诺生了儿子给奖金,结果又是女儿,那个失望啊,说要绝后了,忽然听说我也有二胎了,马上说,要是你再生个儿子就换换,反正你们是想要女儿的。 我立马回答,想啥呢?不缓,宝妈,B,我婆家也是要求,我要生到儿子为止,投胎是女儿,现在怀二胎,自己偷偷去照顾比肠是女儿。 但是,我没有告诉任何人,但是心里做好的打算,如果比我生儿子的话,宝妈,C,我第一胎生的女儿,有个老奶奶想要孙女问我要不要换。 我没同意,我的孩子男孩女孩都我的,干嘛坏,过了一年度,我又怀孕了,生了一个男孩子,现在两个孩子都自己带,大的两岁多小的干嘛月,再累,每天能看到自己孩子在身边都开心,我就想陪着孩子长大,赚钱让男人赚吧。 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或感受?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,坐月子都有哪些南北差异?只要孕妇没事就不用产姐吗?产钱育固态而体重准吗?为啥古代生娃?总要烧热水呢?从小给孩子立规矩有多重要,为什么宝妈妈都怕做堂室筛查? 如果你有这些疑惑,请关注看看育儿说,育儿路漫漫,我们可以一起成长,宝宝宝妈的阅读才是最好的教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